接下来要上的东西叫做结理 结理就是断裂而没有错动 断裂而没有错动 言成断裂但是没有错动叫做结理 刚才是 弯曲 但是没有断裂 现在是断裂 没有错动 相对移动 没有错 没有错 断裂而无错动 叫做所谓的结理 OK 这就是结理的照片 那每一条裂痕就是一个结理 上面的每一条裂痕就是一个结理 每一条裂痕就是一个结理 每一条裂痕就是一个结理 OK 结理的那个面叫结理面 可能是平面 有时候会弯弯的没有关系 然后呢 结理通常呢 会有一些 自然界不可能完全平行 叫大致平行的 就称为一组 那如果有两组呢 就会有一个角度 就这样 所以呢 这上面有几组 两组 横的一组 直的一组 上面有两组结理 OK 好 玄武园 六角形柱状结理 这是我们前面教会有没有 玄武园的特征 冷却收缩时 会形成六角形的柱状结理 六角形的柱状结理 好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是它的特征 我说过以前很爱考 现在不爱考 以前爱考 现在不爱考 不爱考 那要问一个问题 来 讲过了 这两个念起来一样 但是东西不一样 我也讲过了 T word 重点 破掉的碗页不一样 上面的结理是谁破掉 下面的结理是谁破掉 刚才是几号 22 12 上面是岩石破裂下面 上面 矿物破裂 很好 上面的是岩石破裂 下面的是矿物破裂 这两个结理有很多不一样 但是重点不一样 是破掉的碗页不一样 上面的是岩石破裂 下面的是矿物破裂 好 请问 玄武园六角形柱状结理有几组 看图哦 看照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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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有一个六角形 这边有一个六角形 然后这里有一些痕跡 这样子有几组 六角形柱状结理有几组 六角形柱状结理有几组 一组 你说一组 你说一组 你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回答一组的人 请坐 把码叫做 八号 八号 来 有几组 两组 两组 请坐 很好 各一般都有一些神奇的答案 答案叫做 哪来的四组 第四组 互相平行叫一组 1组 1组 2组 3组 你们大家知道因为我觉得用这个画很难画 在哪裡 在這裡 第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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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有四族結理 OK嗎 可以嗎 可以很好